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猴子的木瓜子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呢 从前有一只小猴子,还有一只大猴子 小猴子住在红颜色的房子里 大猴子住在黄颜色的房子里 他们每天都喜欢一起玩耍 喜欢从大树上面跳到小树上面 也喜欢从小树上面跳到大树上面 还有呢,他们还喜欢荡秋千 大猴子从大树上面拿到一根枝条 咻,滑到了小树上面 小猴子呢,也从小树上面拿到一根枝条 咻,滑到我们的大树上面 可是,玩了很久呢 他们肚子开始饿了,肚子饿了 他们要少吃的 大猴子想了一想 哦,我的家里有一个木瓜 木瓜,让我用刀把它切成两半 小朋友们看,我们的木瓜呢 是由橙色的木瓜肉和黑色的木瓜籽组成 大猴子说,嗯,这个木瓜是我的 所以木瓜肉归我吃 你呢,只能吃木瓜籽 好了,我们的大猴子呢 从木瓜里面,咻,拿了一个木瓜籽丢给了小猴子 小猴子拿到木瓜籽 嗯,非常可怜 没有办法吃,他只能把它放到了土地上 一阵春风吹来,我们的小猴子呀 悉心的给我们的小猴子浇上了水 我们的小木瓜籽呢,开始渐渐的长出了小苗苗 我们的大猴子看到,不知道我们的小猴子在做什么 还开始耻笑它呢 我们的小猴子没有管它 继续给我们的小苗苗浇水 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最后长成了一棵大树 上面还接上了木瓜果实 哦,我们的大猴子看了以后 非常的想吃 可是他想起来,当时他没有给小猴子分木瓜 他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小猴子呢,就爬到了树上 摘了一个木瓜果实 然后呢,他会怎么做呢 放到了桌子上 他走到了大猴子家 对大猴子说 嗯,我的家里新结了木瓜果实 我想邀请你到我的家一起吃 哦,我们的大猴子挠一挠头 非常的不好意思 他说,嗯,我当时没有给你吃木瓜果实 可是你现在依然愿意跟我分享 首先我要谢谢你 而且呢,我要向你学习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呢 我们要学会好的东西呢 要跟周围的朋友,同学一起分享 我认识了